Hello,大家好,今天带大家一起探索悬疑剧《秘密森林》,第二季第十三集的内容,徐东仔失踪案也没有丝毫进展,然而,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,李延再要开始搞事情了,他借吴律师之名约团长见面,团长和与部长也没料到,李延会亲自出马,两方开始互相试探,从他们的对话中得知,前地检长在南洋州别墅招待了一些人,主要目的是解决寒桥的官司问题,前地检长为了办成这件事,碰了从不碰的酒, 后来开车去追离开别墅的某人,然后心脏病发,死在了路上,那天团长不在,是事后接到与部长的电话,才知道了南洋州别墅的事,徐东仔是第一个对案子起疑的人,李延是从他那知道的团长,团长虽然说自己没去过别墅,但从他的回忆来看,那天他也在场,他很在意别墅周围有没有李延在的人,李延在的回答是没有,那是前地检长自己安排的聚会,李延在一直很强势,以团长和与部长的职位都对他毕恭毕敬, 财阀在韩国的地位可见一斑,两方虽然都解释了彼此的疑惑,但说的都是对方想听的话,别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,还是个谜,与部长很在意李延在的一句话,如果是跟徐东仔交手还好,李延在的意思是黄矢木更难对付,他却觉得自己能掌控黄矢木。 另一边,吴律师把韩桥工程的财务报表交给江帝检长,这份报表足以把李承载彻底击垮,江帝检长又不傻,这一看就是内部人士透露的,他已经猜到吴律师是李延在的人,吴律师一直劝他收下资料,搞定李承载,但这件事至关重要,他一时办会而决定不了。 吴律师被逼急了,他问江帝检长,如果今天是李昌俊把这份资料交给你,你会怎么做?江帝检长瞪了他一眼,那就不需要浪费口舌,在这说服他了,因为李昌俊不会拿一张纸来吊人胃口,什么意思? 吴律师不给他全部资料,除非他答应干掉李承载,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,他确实想这份资料,但必须得付出相应的代价,他会好好考虑一下这件事。 江帝检长看似拒绝了吴律师,实则已经上钩了,他没在第一时间离开,就说明这是有戏,李延在突然有点疲惫,他无法想象李昌俊一个人是怎么办成这件事的,什么意思?难道他在做李昌俊做过的事? 另一边,从团长的回忆中可以看出,他来到别墅后,与部长的神色不正常,看来,前帝检长确实是死在别墅,然后被转移到了路上。 黄史木回到大检,金部长正准备下班,黄史木问他假目击者的处理结果,他说人已经放了,虽然戏骨派出所的人被排除嫌疑,但照片上不是出现了警察手表吗?所以凶手还是警方的人,黄史木越想越不对劲,金部长这是在暗示他,还是在误导他呢? 他突然想起一件事,目击者有前科,之前的案子是水源地检,刑事二部负责的,而金部长就在水源地检工作过,难道目击者是金部长安排的? 这会没人,黄史木来到金部长办公室,里面有张照片,让他念念不忘,照片里的地板和凶手送来的那张照片上的地板有点像,黄史木怀疑是金部长搞得的鬼。 这时低的一声,有人刷卡进来了,黄史木来到门口,门外有人是金部长,金部长杀了个回马枪,金部长也发现自己办公室有人,看了眼黄史木的桌子,然后门被打开,黄史木被打个正着,金部长问他这是几个意思,是想偷东西还是想体验一下当部长的感觉? 既然金部长已经替他找好理由,那就顺刚往下爬背,想体验一下当部长的感觉。 天亮后,团长给韩汝珍好好上了一课,首先是挑拨下韩汝珍和黄史木的关系,毕竟黄史木是检方的人,还是不能太过信任,就像目击者被证实是假的那天,与请他喝咖啡,虽然什么都没说,但肯定不会是喝咖啡那么简单,所以无论私下关系多好,都不能太过信任对方。 他这很明显是在给韩汝珍下套,不想让韩汝珍和黄史木走得太近,然后是关于目击者的安排,团长认为是检方策划的这件事。 但现阶段不能去盲目的打听,只要把目击者监视好就行,万一出现对警方不利的情况,立马把目击者带回来。 团长说完后,该韩汝珍,韩汝珍有一事相求,让他继续调查徐东在失踪案,他又是撒娇又是起求,结果团长还是不同意。 另一边,将帝检长开始思考要不要入局,只有他点点头,就能彻底拿下李承仔。 但问题是东西肯定不能白拿,而且干掉李承仔不就成全了李延在吗? 只是个诱饵,一个他无法拒绝的诱饵,一山不容二虎,兄妹俩肯定要走一个。 李承仔不是李延在的对手,他插手只是让李承仔提前灭亡而已。 就算什么都不做,李承仔也早晚会被灭掉,最重要的是他干掉李承仔,可以立功,而且什么后果都不用承担。 不久后,东部地检发表声明,已经掌握韩桥工程违法乱纪的证据,与部长派黄史木去看看什么情况。 黄史木在东部地检门口注意到一个人,吴律师,将地检长接连听到普光秀的名字,他意识到这件事不简单,黄史木问他普光秀到底会不会喝酒? 有人说的滴酒不沾,有人说偶尔喝点,据江地检长的了解,谷光秀滴酒不沾,那么就是妻子撒谎了。 黄史木又问,谷光秀有经济压力的事是不是真的?江地检长有些意外,这是一般人可不知道,谷光秀的弟弟做生意亏了不少钱,他们几个老同学在葬礼上说好要保密的,黄史木很快便发现问题所在,谷光秀的秘书怎么会知道这件事呢? 江地检长把吴律师抖了出来,吴律师也提过普光秀的名字,说是客户,本来找到是普光秀,后来却交给他处理了。 江地检长跟吴律师提过缺钱的事,黄史木记的秘书说过,普光秀出事那天,可能是去见什么重要的客户,他管江地检长要吴律师的联系方式,想问问那个被抢走的客户是谁? 江地检长一咬牙,说就是负责溺水案的那个吴律师,黄史木在楼下见过他,他立刻联想到,江地检长对付李承载的证据是吴律师给的。 在他过来之前,吴律师就在这间办公室,他能拿到寒桥工程的内部资料,说明他里言在的人。 黄史木又去见了普光秀的秘书,他推测普光秀的财务问题,是吴律师转达给秘书的。 秘书有点好奇,为什么用转达这个词? 黄史木做出解释,吴律师也是从别人来听说的,秘书这才反应过来,吴律师和普光秀不是老熟人,他就是听吴律师提到了财务问题,财务认为两人关系很好,黄史木又问了下被抢走的客户是谁,秘书却否认有客户被抢走。 得知吴律师也是近期才找到秘书后,黄史木起疑了,徐东在查这件事就算了,吴律师居然也在打听,原因是什么呢? 怕自己一不小心也像普光秀那样横死路边吗?普光秀是钱官,吴律师也是,不对,跟寒乔的人见面不用跑那么远,难道重要客户是司法界的高层? 虎光秀和江地检长是老同学,而江地检长所在的东部地检,一直盯着寒乔的财务问题不放,难道所谓的重要客户是江地检长? 黄史木问了下女检察官,现场周围有没有适合秘密会面的地方? 据女检察官的了解,那一带有很多私人别墅、餐厅之类的公众场合几乎没有,女检察官想去拜访一下黄史木,他有点问题想请教,黄史木在大检办公室接待了他,徐东在失踪前负责的最后一个案子,是一个校园暴力案。 那三个学生最近又闯祸了,把KTV老板揍了一顿,然后把人关在仓库里跑了,守法和徐东在失踪案很像,他带来了几张照片,从照片上看好像关系很好,其实都在欺负中间那个学生,这三人坏得很。 女检察官查了一下,案发当天他们和徐东仔的行动路线有重合的地方,徐东仔从离太院路过,那三个学生也去过离太院,黄史木开始帮他分析,偶遇的可能性很低很低,离太院距离案发现场有十分钟的路, 假设是在离太院偶遇,那是怎么到达案发现场呢?除非是提前约好了见面,但从徐东仔他通话记录上看,没有跟他三人联系过,黄史木打消了女检察官的疑虑,这个女检察官总是让黄史木想起一个人,两人性格很像,年龄也差不多。 自从黄史木看了女检察官带来的照片后,心里一直想着那件溺水案,刚开始他没发现什么,现在想想,照片有些共同之处,或许中间那个都是被欺负的。 溺水案的幸存者叫小金,徐东仔给他打过电话,问团长是不是说了检方的坏话。 问题是徐东仔给他打了两次,第一次是在团长拜访完遗属后,第二次是失踪前一天,第一次问团长的事还能说得通,但为什么过了一段时间,又要问相同的事呢? 而且只问了小金,没问遗属,如果想找团长的把柄,应该联系遗属才对啊。 徐东仔会不会是看到照片后,发现溺水案内三人的关系也不正常,所以才打电话给小金的呢? 可徐东仔也没跟你检察官提起过,他跟你检察官说了很多事,但唯独没提溺水,或许是想多了吧,说起你检察官,黄始木又想起了故人,永恩秀,如果永恩秀还活着多好,车扯远了,继续说溺水案,溺水案的三人是初中同学,高中和大学都不同校,把上初中时欺负自己的人,带到海边淹死,而且还等上了大学才报仇,也太腹黑了吧。 两人原本只是怀疑小金,但韩汝真查到了一件事,小金曾在案发现场附近居住过,难道徐东仔失踪真是小金干的? 不久后,小金把车停进车库,韩汝真找上门了,小金一看警察,目光在周围扫了一圈,然后说进来谈吧,他再次确认了一下,周围没人,这是要灭口的意思吗? 就在门块被关上时,黄始木来了,他有点怕黄始木,因为案发时黄始木在现场,他怕黄始木,察觉到了什么。 一听两人提到徐东仔的名字,他拔腿就跑,黄始木立马去追,韩汝真没趣,徐东仔说不定被关在这儿,救人要紧,小金这家伙拼了命的跑,看来徐东仔的事真是他干的。 秘密森林,第二季第十三集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,徐东仔的案子终于有了实质性进展,谁能想到凶手竟然是溺水案的幸存者,这算是本季第一个大反撞,接下来会填哪个坑呢? 好了,就说到这吧,感谢大家的观看,点赞是日更新的动力,关注是对我的鼓励,我们下期见。